新的消息指揮中心将在等等下午三点钟 要召开记者会 由指挥官陈时中来亲自主持 由于他曾经说过如果廉价期间 如果本土病例破百例的话 就会来召开记者会 你看昨天本土已经新增 暴增160例这么恐怖的数字 也创下今年的新高 今天你看又临时宣布 要加开指挥中心的记者会 甚至还延后到 原本一般都两点 现在延后到三点来举行 恐怕也代表国内疫情 又有新一波的变化了 也请您持续锁定中心新闻 好 不过其实基隆疫情 这样持续的稍不停 小吃店的群聚也暴增42例 不但类普筛迟迟没有定案 讲了半天还是没有定 在3号又爆出第6所学校 已经沦陷 东信国小学童因为哥哥 是二型高中的确诊者 自己也确诊了 不过有家长居然爆料说 居然没有立刻及时的匡列 直到隔一天 还到了晚上 才慢吞吞的通知裁剪 急市府的动作 你太慢慢半排 不只基隆 桃园疫情也是急剧的升温 狂加22例 清明年假筛检站 却是空荡荡 医护人员在筛检站坐干板凳 廉价第二天 基隆市民广场筛检站 没人要筛检冷冷清清 但基隆疫情却羞腾腾 狂升温又新增一间国小夜伦县 我们已经得上通知了50位 42位都已经去裁剪完成 只有8位没有到 基隆东信国小一位六年级学童 因为哥哥是二型高中确诊 学生3月28号还有到国小上课 4月1号居隔中阳性确诊 卫生局紧急匡列裁剪 但还有八人未到就怕校园 仍有未爆弹 但有自称学生家长在脸书爆料 说一号就传出确诊 却到隔天晚上才匡列 学生筛检 质疑是否慢板牌 我们都按照 极管的原则在匡列 卫生局长回应超冷淡 但民众却怯了一旦 不仅重幼科大新增4名个案 将原本停课一周延长到4月18号 经过管理学院也紧急采取 预防性院聚焦学到4月10号 全因为基隆疫情稍不停 不仅银河小吃店群聚增加42人 一狂飙157例确诊 各条染链更是一天狂加37 说要推类普筛 试剂真相推来推去 如何发放八字却没一撇 同样疫情狂烧的桃园 筛检站也是小猫 两三只二号暴增 22例电商群聚狂窜石 七条染链七烧 即便是否加开三处快筛站 但没人要筛 恐怕这应变速度 终究跟不上病毒传播速度 记者朱丁荣 刘志展 张佑慈 黄玉兰 基隆桃园 采访报道 好 王医生转到我们的子评了没 子评的feeler说北部这么严重 全部都往南部来跑 另外也还有网友说 这个feer说中了隔离很麻烦 跟坐牢一样 现在还有人说 这个双标不报才有鬼 是Chair Mike认为 这个转来就早该报了 好 不过你又来提到是 接下来我们镜头转到是新竹 新竹线三号一趟早传出 又新增至少九位的确诊者 其中一位跟屏东确诊 案就有关联 另外的八位 一是跟案23409的台中喜宴 列护理事相关 而新竹市也新增了 国小生确诊 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波很多学校的老师学生 家长都接连的确诊 目前最新的疫情 还有待 疫调有待进一步的厘清 三号一早 新竹线就传出 至少可能新增九名确诊者 一名据了解是新竹 县名疑似跟屏东确诊者相关 另外八名疑似和案23409台中喜炎帘确诊的护理师相关 不过真正的感染源已经究竟有几人确诊 还有是否有可能变成院内感染都有待厘清 医院持续加强防疫 目前采取止出不进的管理 院方也宣布到四月八号为止 都禁止家属探病 帮助疫情扩散 听到又有疫情传出 民众胆战心惊 而新竹市某国小再新增一名学生确诊 目前疫调正在处理中 详细的确诊人数及相关疫情 都要等指挥中心 进一步说明临清 记者何某千 叶宇娜新竹报导 好 咔嚓咔嚓 我要先感谢这位可莱钢铁卸宝 感谢Laurence Lin的抖内列车 我们都看到一整排了 他有留言告诉大家 他说他是观光旅游业的营运的团队 他认为卫富部长陈时中 这个可以喝红酒 摸大腿 然后对于平民百姓 只会每天开记者会 完全没有任何作为 任何有用的政策 到底还要被民进党政府骗多久呢 好 非常感谢您的 抖内列车我们都收到了 另外也要感恩 好 也有朋友就是陆佩黎 他也这个抖内我们 他说人口三亿多的美国 跟病毒共存死亡二十万多人 一亿多人染疫 那我们台湾确定要跟病毒共存吗 请想清楚 谢谢佩黎的抖内支持 非常感恩 爱心给佩黎 当然同时来关心的 这个疫情这么的失控 疫情炸裂了下一步 到底要共存还是清零 恐怕现在都没办法了 防疫政策让大家 五沙沙的地方也狂杠中央 你看看单周飙破四百一十八例 本土在这个礼拜内急剧的飙升 境外也是飙升 现在正能参说 每天破百例将会变成常怠 还有专家邱振群说 肯定会大爆发 肯定 还有沈正南医师说 要为大流行来做好准备了 其实这回 包括了常购制 只有购还有医疗量 还有病毒突变等等的问题 都让大家非常的担心了 所以疫情持续的升控 如果不赶快来做好 这个整个控制的话 台湾医疗将会面临崩溃 好 黄立民也表示 台湾往共存的方向 怕放太快会严重失控 本土疫情升温校园 也成了疫情重灾区 北市某高工又传出 学生投注家人确诊 学生快筛呈现阳性反应 本土境外确诊数 从原本的十位数标到百位数 更在清明廉价首日 双双破确诊新高 有时断言清明廉价后 确诊数一定会更高 医师将冠允强调 一旦有指数型上升 确诊单日来到五百例 一千例就应该要封城 因为超过了台湾的医疗量能线 林口常跟副院长邱正勋分析 接下来的疫情肯定会大爆发 必须快速应变 他认为要将轻症分流 别让轻症占据医疗量能 另外口服药也要大量购买 虽然陈时中表示 朝着开放的大方向不变 但与病毒共存 没有想象中容易 就怕长者与长照机构 遭到感染 就会像香港一样 长照机构垮下 医院一样承受不起 一时沈正南也提醒 医疗同业们 现在开始要为大流行做准备 国内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5条Omicron传播链在全台多点爆发 还烧近41所校园 专家建议各医院都要储备好充足的医疗量能 民众最好也要做好心理建设 请家中长被窥打好三剂疫苗 为接下来的大流行做准备 记者陈正茂 陈嘉伦 台北采访不到 当然同时还要来关心桃园三位确诊个案 曾经在3月27号 到过了台中科博馆的恐龙厅 停留两个小时 即使现在科博馆已经全面的大清香 恢复了营业 不过还是有民众非常担心 至于为什么科博馆不多修管几天 再加上现在台中婚业传播链 已经确定是一条全新刀经的系列 排除跟志龙有关联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目前感染源头当然还是找不出来 也让很多台中人人心惶惶 七米廉价第二天 也是傅又节的前夕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 到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要看恐龙 不过得知这里有确诊足迹 吓到不行 有消毒他应该也要休息几天吧 其实还是会担心 不少人是来了才知道原来有确诊者来过 确诊的是来自桃园的一个家庭 有三人确诊 他们曾在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两点半 到过科博馆的恐龙厅停留两个小时 科博馆为此在廉价第一天提早闭馆清销 民众会怕不是没有原因 除了全台疫情升温 再加上台中最近烧起来的婚宴传播链 累积三十三人确诊 疫情指挥中心确认 是条全新的基因序列与基隆无关 到底这条传播链源头是哪 让台中疫情更添紧张氛围 记者刘云彬王世函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 好 米优就说千万母汤啪啪噪了 没错 现在疫情这么的炸裂 新北三峡老师确诊之后 原先造成三个学校停课 而新北市长侯友宜已经宣布了 今天增加到七个学校停课 也暂停跨上活动了 就是越来越严重的意思了 指挥官陈时中说大方向还是开放 也被双北首长齐身炮轰 侯友宜认为现阶段 你还是要以清零为目标 柯文哲也痛批 到底说了什么 新北三峡某国小的老师确诊 一传十八造成三校停课 隔天又加码 因为跨校指导社团 停课学校暴增为期所 新北持续清零 但中央却冒出新台湾模式 持续开放 造成全台疫情多点开花 隐形传播链抓不完 仰双北首长不约儿童开轰 要求指挥官说清楚 讲明白别再搞暧昧 我们现在还是大方向 是以开放的路 我们不怕多 我们只要赶快把隐形传播链阻断 把没有症状的把它找出来 你说14天这样10天 一定在11天到14天 没有找到的阳性确诊个案出来 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现在下一道命令下去 你没有办法画SOB 那就是空口说白话 你总要一个路径图 最后还是要共准 不太可能每个县市步调不一样 所以这才是困难的地方 目标喊开放手段 却持续清零 也难怪地方无所适从 更质疑是否为了年底选举考量 不想冒险丢选票 却又让国人暴露在燃疫风险中 而是否就是中央说不出口的话呢 也让人打上问号 记得张道彭去国豪 SNG小组台北新北报导 购买